回顧刚结束的2017年 台北市大运可说是全民最美好回忆 中华队侠带逐场优势 狂扫26斤 34银 30铜 高居大会奖牌榜第三名 爆炸性表现更凝聚全台湾人的心 荣登整年度新闻票选第一名 也带动许多夺牌好手人气暴增 而且受关注的层面不仅止于既有运动领域 得到其他各式各样的企业品牌邀约代言活动 也让他们展露其他技能 像是百货业者拍摄宣传影片 就大阵仗及到标枪亚洲基督保持人郑兆村 一百公尺金牌杨俊翰跨篮王子陈杰 以及女牌和女篮两位帅气的十一号球星 阿飞陈文婷和王维林 选手们将各自专长的动作特色 运用到写听强购 以额外增添戏剧剧和奏秀等能力 而其中夺得同牌的女篮 颁奖典礼现场即兴大跳 红遍全球的抖肩舞 影片甚至吸引舞蹈发明人 美国团体Handsome Dancer的跨海关注 最后更获得和斗尖兄弟本尊同胎共舞机会 攻占娱乐新闻版面 也让外界见识到这批女孩们 在篮球之外还有意想不到的舞蹈 甚至综艺天分 或许活泼跳舞有加分作用 世大院中华女篮在年底的体坛精英奖 获选最佳运动团队奖肯定 而其他的奖项得主 也几乎都是世大院夺牌好手 包括最佳男运动员奖落郑兆村 最佳女运动员有勇夺举重金牌 停举还打破世界纪录的郭兴纯荣获 宇求世界球后 世大院勇夺两斤的戴姿赢 也获班特别讲殊荣 这批世大院好手不仅成为全民英雄 对选手本人而言 多元化发展也成为额外的一大收获 未来体育新闻综合报导 浅获得